一起来演习 行 这个是这样子的 我先讲故事的开头 然后各位老师 把这个接下去的故事把它演一会 那右边这台词本上 这十三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十三句话 就是对应十三种方言 一定要在这个剧本当中 一定要讲三句 我们就选一个来说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您不会说吗 不是 然后叫我们这个村民 先藏教学 那我打断您一下 这个这些是您的演员吗 不是演员 就是我们本地村的村民 各位好 各位好 也好 各位乡亲父老呢 他平时讲话都是用十三种方言的 一般的地方他都是一种方言 十三位 每人一种方言 每人一种方言 对 这个大家互相听得懂吗 他们听得懂 都能够听得懂 就各自说各自的方言 但都听得懂 对 这样子的 好 我先讲故事好不好 故事是这样子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这个 我们念巴都 这个街上来 来了一位这个书生 突然就昏过去了 突然就昏过去了 昏过去了呢 刚好一个老爷路过 然后他把他救到府里去了 这个怎么救的 我们就不讲了 不讲了 反正他就醒过来了 然后他发现他手上有那个什么 米糕 问这个老爷 这个糕点 是谁做的 谁会做这个米糕啊 你的演技好夸张啊 夸张啊 导演在说戏 你是你演员 你翻什么 那个组不要到我们组来 好不好 我们也是同一个剧本 知道吗 这个老爷 烫了口气 摇了摇头 直了直 楼上的 归房 接下去就各位老师演艺 你们商量一下好不好 我们那个小七 你肯定是那个 对吧 归房小姐嘛 你要这个吧 你爬一直 上岗老师这边跟 华少老师这边 我们一次选 好吧 你选哪一句 然后我们 对 不能重 重点 我们每人选一句 我们选客人来了 泡茶了 哪位 还有一个喇叭 老爷爷 泡贼了 老爷爷 泡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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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选的第一句是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这个是西夏腔 我没话 我先给钱买了 我 checkout 看这个好难 花梅 抓梅 抓梅 这说成泰语了 抓梅 好像太狭了 抓梅了 花梅 登キ 抓梅 好 对吧 对吧 阿姨 对了对了 好 那我们第一句 来 你们第二句 我们第二句 这小伙子真激励 关华 这您的 这个后生仔当今晚了 这个后生仔 这个后生仔当今晚了 这个后生仔当今晚了 这个简单 起来第二句 第一句肯定忘了 这个后生仔当今晚了 这个后生仔当今晚了 晚了 晚了来的 早上去吃麦 吃麦 我跟沙尼影响了当今吃麦 吃麦 吃麦 当今晚了 当今晚了 你害我吗 当今晚了 当今晚了 来 那个女儿你今天到哪里去了 这个后生仔当今晚了 女儿你今天到哪里去了 南风腔 好来 宁安给家到河里开啦 宁安给家到里开啦 modify 宁安给家到河里Work啦 宁安给家到河里开啦 hacia鄂上去 到河里开啦 到河里开啦 到河里去啦 到河里去了 到河里开啦 到河里开啦 你很漂亮 灰山腔 阿姨你根苗可以花了 认识你Beanienia 认识你Beanなら 快点 大姨你ijnätted 你然开算 别不舒服 我的第三对台词是 我真吃不消 是这个江山枪 江山枪 那这样子各位老师 你们再三年 给你们十分钟时间了 三年是怎么演 我这怎么演 是不是演小姐 对是的 可以放这 这一看就是老爷 老爷老爷 乌沙冒 书生有书 书生有书 你给家倒喝了开了 乌沙冒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给家倒喝了开了 对不对 对 差不多是吧 这什么玩意儿 不符合标准吧 这个老爷